HELLO 大家好,來到104長遠科專題研習的時間 今天有Esther陳月潭和大家看看視訊 見到港股在過去三個星期,累計下跌了2000點左右 恆治終於是先低後高的格局修復少許失地 50天線方面也是今天失而復得 恆治低開38點後,曾將跌幅擴大到112點 又跌穿過50天線 但午後隨著A股走強,靠穩升最多235點 收市時,雖然修復50天線,但受制於10天線的位置 收部在二汶寧886點,收升167點,升幅0.8% 另外國子方面在7000點關口附近是拉鞠、徘徊、終始的狀態 收部在7063點,收升72點,升1% 而科治收部4311點,升53點,升幅1.3% 而大使成交金額方面有1,121億元 而北水見到是一個加劇流出的情況 今天正走近58億元 如果看板塊表現的話,會見到是基建、建材水泥和鋁業等的板塊 領跑也支持了大使回升 我們可以關注的消息是雲南省電解女企業 再收到一個要求,就是這個壓減負荷的要求 而市場就會憧憬累價可以向上 所以看到那些累入股份今天表現得很好 例如雲橋就是藍醜裏面表現最好的 收部9.1,急升9.9% 同時也看到中旅、中旅國際這些股份表現得很好 兩隻股份分別收升7.6%和9.3% 而建材水泥股份之中,我們會看到表現比較好的有安降 升到8.3% 以及懷孕水泥方面升7.4% 接下來就進入到專題研習的環節 今天要討論的是華雄半導體 開門見山直接討論它們首季的收入指引 大概指引是會有一個按年6%的收入增長 會達到6億3000萬美元左右 而這個數字如果達成的話 就會比大部分大行預期高到大約9%左右 而首季模擬率指引是三乘二到三乘四 也叫做超出季模擬率 我們先看看高盛 因為高盛直接引述華雄半導體管理層 公司方面說這次這個模擬率有改善 主要是因為它們的均價偏高 帶動了表現 還有就是因為這部分的升幅 可以抵消它們成本上遇到的壓力 因為它們有折舊成本在 另外也看到公司上季的純利 按年提升了1.59億美元 也是超乎市場預期的 高盛就說有幾個方面 幫到它們的表現 主要是在需求方面有的帶動 就是這個電動車和新農員的客戶 它們都是在蓬勃發展當中 所以就令到相關的晶片需求非常之大 另外華雄半導體 它們的產能利用率也都令到高盛很有信心 就說雖然看到這個折舊成本一直增加 還有公司做了很多要用成本的東西 包括它們對員工要做獎勵 我都很想有很多這些員工獎勵 想一下 I want it 總之華雄半導體要做很多員工獎勵 做到大家要擔心它的成本 而另一方面 它們還有年度來會要做 這些方面都會用到錢 但是甚至做了這麼多東西 因為它們的需求強勁和產能力量高 至於首季毛利率都會由上季的三成八 維持一個差不多的水平 但是有跌的 去到這個三成二到三成四左右 高盛繼續對華雄半導體看法比較正面 亦都上調了今年到二零二百年的營力預測 這幾年之間升幅有多有少 又遇到它這麼久之後 但是總之你看到現在去到二零二百年 還有五年時間 有些年份預計年度升幅會大 有些就少一些 但是介乎於百分之九 到一成八左右 不過市場就好像不是這樣看 因為你出了一個業績好像挺好 剛才都說到 按年提升了一成九那麼多 就是上去的順利 但是股價方面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現在都是維持在三十元邊 又不上不下 接著大市 就是它個人沒有一個突出的表現 還有就是因為它之前 可能就是上季 就是受惠於決心各項 還有經濟開始復甦 這些這樣的現象 但是現況去到現在 就是你看到二月這些情況 就是第一季都去到一半了 那麼現在的現況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它們的產能過剩 那些庫存又要等時間慢慢去庫存 那你去庫存必然就產生 又是價格又開始便宜一些 但是環球的現象就是 它們平時做開的譬如那些 做開的晶圓 可能是貨手機 一些電子產品那些 那些產品亦都滯銷了 那麼就多方面打擊了 其實就是 現在它們去庫存 就是目標是去庫存 但是去庫存都有一定的困難 變了股價現在不上不下 那麼其實現在最重要就是 那麼究竟接下來有沒有什麼 新的一些產能 新的業務去刺激到它們 就是多一條線去增加收入 我覺得比較重要 因為其實現在你看回 無論是環空半島 看它們的穿墨的部分 還是其實大航對它們的展望 主要都是覺得它們的收入來源 是來自於工業、汽車、電力板塊 是會比較多的 就是這些業務是會比較優異的 其他的玩意 真的沒有什麼提過 嗯 可以叫做沒有什麼增長的憧憬 主要都是要環繞工業、汽車、電力 才會是大家比較看好的一些業務內容 還有一個就是 還有一個點就是 它們可以是它們潛在的一個增長的空間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國產替代的推動 究竟會不會進一步將那個事佔再推高 國產替代的話 其實大家都知道選擇不多 你說環半島看 必然是都有一個受惠 如果真的推動到這個國產替代的話 但是問題就是 國產替代 大家為什麼本身選擇了非國產 首先這些條件要能夠滿足 當然 當中一定要牽涉到國家的補貼 如果有的話 當然就是能夠大力推動到國產替代 但是 這些就是在等政策 可能之後要去到兩會的時間 才會有些可能突破性的進展 那關於Kelvin提到 會不會國產替代這件事 是可以加回它們的事佔呢 其實大行就沒有這麼描述的 但是 它們也有認為 那個事佔是有機會會增加的 因為它們 就提到這個內地戰能卡 在這個IC設計方面 那個增長比較強勁 這些方面都是會 可以增加到這個環空半導體的需求 就預計它們的產能 今年可以全年增加一乘四 但是它們也說到這個增長其實 應該是偏緩慢的 因為之前大家對於 可能 未來這一年的憧憬 是覺得它是一個快速復甦的 就是說那個步伐是怎樣怎樣快的 但是其實現在看到 復甦好像是進行當中 但是其實部分不是太快的 所以就預計它整個增長的那個週期 是會拉長的 就會慢一點走的 所以未必這麼快可以見到一個 太美的成績表出來的 而且今年首季是屬於一個整個行業的淡貴 但是整個行業的淡貴 就令到部分大行對環空半導體格外有信心 例如摩根士丹尼 因為整個行業淡貴 但環空半導體就比同業表現好很多 就是自己認得挺好的 是的 但是也需要留意 就是大行經常都是把它和同業比較 說它在同業裡面表現好 但是就不代表它真的很好 就是要看看你比較的是什麼人 因為他們始終是龍頭 如果和同行比較的話 一定會有些優勢 但是就說 例如摩根士丹尼 就相信環空半導體的業務的上升走勢 就會勝過一群同業的 也看好今年內地在一個本地需求上 會一直增長 可能也跟剛才Kelvin說到的 某些原因是相關的 所以就估計 今年會有一個超乎預期的營運成績 但是其實我每一次看大行報告 他們說會有超乎預期的營運成績 我都覺得很疑惑 因為既然這樣寫出來 這個東西就變成一個預期 但是還有一個 看股價方面 其實現在又不是特別便宜 去到歷史價位的一半左右 在一個不上不下的階段 你現在看回外圍市況 其實又沒有什麼明確的方向出來 我不覺得現在是一個 不會是一個好的買入時間 也沒有什麼 短暫來說 你沒有一個明確的憧憬對象 簡單來說 而且其實我有時都會想 你的華紅半導體 叫做內地這個行業的龍頭之一 但是其實還有一隻中心 中心不是讓華紅半導體的技術 走得再前一點 但是你技術還技術 你的需求 或者市場的應用方面 哪個才是最大的受惠 可能整個市場最尖端的技術 只是佔了整個市場的三成 他們不需要這些技術 總會有公事有生存空間 沒錯 我們都可以慢慢再等時間 證明究竟在內地哪種半導體 哪些芯片的需求比較往生 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明天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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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